第六章 神国合伙人 有一天大约下午三点钟 他在意象中清清楚楚看见神的一位天使来到他那里 对他说 哥尼流 他定睛一看 害怕起来 说主啊 什么事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善行已经达到神面前 蒙他纪念了 现在你要派人到约帕去 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 与圣灵成为朋友 需要两方都有此意愿 现今的世代里 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名人 很容易就会发现有人动不动就吹嘘自己认识哪个公众人物 我们大概也很常会看到他们把自己与某位知名艺人 或是有影响力政府官员的合照放在墙上或是桌上 不过反过来说 这些人又是否会秀出与我们一起拍的合照呢 如果会的话 那他们就一定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了 前面学到的恩高秘方 确保了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真实性 从一开始的功课己身 就好像味道很苦的墨药 一直到我们进入与神的亲密关系 这些元素都是可以作为自己与他真是朋友的名正 当我们为了顺服而付上代价时 我们与圣灵关系中的一切谎言 就能因此被一一除去 除此之外 让圣灵来帮助和成为我们的见证人 让他来认可我们 那天罗马军团中名为哥尼流的白夫长 经历了一个蜀天的造访 神差派天使去他的家 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 并让他的生命可以照着神的心意而活 就算他都还没听到耶稣这个能够拯救他全家的名字 天堂却早已命令这位管理以色列的长官 要把圣灵的一个叫做彼得的朋友带来 这人原本叫西门 看来光是提到他公开使用的名字还不够 还得要充分说明他的小名来确保没有认错人 主罪要好的朋友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甚至神还特别指示他要拆派好几个人 而不是小猫两三只去迎接彼得 他也补上了彼得在约帕的地址 以免他们找不到他 这个年代非常强调要自我行销 但我们从这里真的可以看得出来 只要是圣灵属意的人要他推荐 绝不手软 这一章的重点不会继续放在我个人的见证 而是要透过其他人的口来见证 因为唯有经过考验的果子 才是最终的明证 这么做的目的不是要把荣耀归给人 而是要帮助我们看见与神的灵同工 看起来是什么模样 每个见证都像是一个画面 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见 与圣灵之间的真实友谊 肯定会是有来有往的 就好像西门彼得一样 我由衷地盼望 圣灵也会呼召我们来做他的合伙人 接下来请读底下的见证 跟从我 跟从我 创业家法兰奇 李曼多的见证 2003年那段时间 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雅加达的工作 让我有机会接触到 五光十色的夜生活 和无使劲的疯狂派对 尽管我想把一切的错 都推给这座大城市的繁华喧绕 但事实上 就算我周末回到寺水 也还是都会忍不住 去夜店跑趴 我心想 也不过就是喝个酒吧 有这么严重吗 才喝个几杯啤酒和威士忌 是能喝得多醉 只是没过多久 由此我发现自己 比往常都还要来得嗨 后来才知道 原来我的酒里 有餐了迷幻药 但我也管不了自己 究竟醉成什么地步 还是拖着身体 回到了家里 免得让我母亲担心 2004年的某个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场景 像是在打仗 而我看到自己 在烂泥地上爬行 头上是一大片的铁丝网 但现场 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我前面的那个人 也在做同样的事 而且他看起来 还很面熟 后来当那个人 一转头 我吓了好一大跳 原来爬在我前面 像是个士兵的人 竟是菲利曼独法牧师 他比了个手势 一起走吧 然后我就听见 有个声音说 你要跟随他 他是我认识的仆人 我从梦中醒过来之后 不由的心想 我怎么会梦到 一个平常会在篮球场上看到 但我却根本不认识他的人呢 我知道他是个牧师 但对我来说 他只是一个一起打篮球的球友啊 他既不是我的辅导 也不是我的牧者 那时候我生命里 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个属灵领袖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 那不过是个梦 只是这个梦 有点怪罢了 可是三个月之后 某天我又做了这个梦 场景一样是在战区 菲利曼独法牧师 在铁丝往下 往前爬 他全身上下的衣服 都沾满了烂泥巴 他又用手 比了一个手势 要我要跟着他 而我也再一次听到那个声音 你要跟随他 他是我认识的仆人 这一次我醒来的时候 感觉有点不安 虽然当时 我并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但我也不禁感到诧异 为什么神要三番两次的 把我带到这个人面前 时间飞逝 马上再过了几天 就是圣诞节了 也就是2004年12月17日那一天 我人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 首都昆殿的时候呢 我又做了另外一个梦 这次梦里 我非常的生气 还用手指着天说 神 这些都是你的错 你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 梦里的我正在毁谤神 把自己成长过程的当中 因为没有父亲 而有的一切怒气 通通宣泄在他身上 我怪他 怎么可以在我还不到五岁的时候 就把我的爸爸给带走 当我手指着天的时候 忽然冒出了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 星星的正中间 有个很像神子的人 全身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看见了这充满荣耀的一幕 想必任凭是谁 都无法站立得住 但我又再次听见 那个同样的声音说 我是耶稣 来跟从我 这次我醒来的时候 眼上满是泪水 我内心深处感觉 好像有一个人在指责我 为什么这些年 我明明非常渴望 但却又一直都忽略了天父的爱 再过四天 就是圣诞节主日了 而透过最后这个梦 我也总算把这三个梦 通通搞清楚了 在沙伦玫瑰教会的圣诞主日里 神的降临就站在台上 也就是我在梦中看到两次都在战区 泥地上爬行的那位男士 他的信息讲到在最终挣扎 已经开始不冷不热的心 而我感觉那篇信息仿佛 就是在对着我讲一样 现场好像就只有斐利牧师 与我两个人 他就在我面前与我分享 鼓励我要赶紧悔改 并选择跟随耶稣 因此当我一听到斐利牧师在台上呼召说 若你知道自己人是活在最终 请来到台前 我当下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如果今天 你是和另外八个平常都一起上夜店的玩咖们 来做礼拜 你可以想象大家会怎么想吗 尤其我超后悔 自己怎么没有坐在最靠走道的地方 不然我就可以快步冲出去 也用不着听见他们议论着我说 真的还假的啊 你要去到台前哦 你真的超丢脸的耶 尽管如此 我内心还是非常渴望 要去到台前回应呼召 而且我想要冲第一个 因为我决定 要在别人都还没有起身之前 就赶快向前跑去 就在我冲到台前的时候 斐利牧师忽然就把他的手 按在我头上说 今天在我爬楼梯 准备要走进到这个房间前 圣灵清楚地对我说 今天晚上的信息 是特别为了第一个 回应呼召的人而预备的 要是他今天听不进去的话 他大概就会一直 失丧沉沦下去了 他的这句话安慰了我的灵 等回到座位时 我的心完全不再一样 因为神已经给了我 一位属灵父亲 从那之后 不论斐利牧师要去哪里服侍 我总是会与他一起同去 虽然我的服侍 也不是多么的了不起 可是每当他被拆派 到任何灵界战场去的时候 我很荣幸能够替他拿圣经 也就是那把双刃的剑 能够在他服侍时 陪在他的身边 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因为借此 我得以亲眼看见 圣灵如何与 斐利牧师互动 光是见证到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就使我的生命 大大的经历改变 直到如今 这个梦 仍是持续地在进行 每当我又让主担忧的时候 斐利牧师就会出现在 我的梦中 仿佛像是主的眼线般的 究竟看管或责备我 每次当我做完这样的梦 我醒来的时候 都会带着一股罪疚感 使得我忍不住 要赶紧向神认罪 并向我太太 或是我身旁的人道歉 我与斐利牧师的关系 也从过去篮球场上的球友 成了服饰盒场上的战友 你是个行神机的人 教会牧师 佛吉 哈索诺的见证 一个人只要亲自与神相遇 他的人生方向 就会经历到180度的翻转 这是我个人 在1998年时候的经历 自从我彻底悔改 并重生之后 我就越来越受到 神的超赞大能 和随之而来的神迹启示 所吸引 一股真切的渴望 在我内心涌起 我非常想要借由 医治事工来服侍神 而且那绝对不只是 一时兴起的念头 因着这样的想法 当我2003年 被拆派要去美纳多 持一个新的 沙伦玫瑰教会分堂时 我就是抱持着这样的想法 在服侍 包括在乡镇里 到处去为人病得医治祷告 凭着出身之毒 不畏虎的勇气 我为一位在某条窄巷里 遇到的瘫痪女人祷告 祷告完后我拉着她 想要让她试试看 站不站得起来 但当她办不到的时候 我也没有因此而泄气 后来我又拜访了另外一群 住在美纳多北部的麻风病患 不过祷告完之后 依旧没有任何人得了医治 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我见证过不少神迹 在我面前发生 只不过不是 我为人祷告得医治 而是在斐利曼读法的 神大能医治步道会上发生的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开始怀疑 神究竟是否真的有呼召我 进入到医治事奉 可能医治的恩赐 是专属于某些特定的人才有的吧 但那群人并不包括我在内 直到2012年6月20日 在吉隆坡五级加里尔的一场聚会中 那天我担任见证检验组同工 斐利牧师来到医治释放室里 所有得医治的人都会在那里等着上台做见证 他一看到我就问我说 佛记 你想要一起参与在医治事奉里吗 总算让我等到了这个问题了 而我也马上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对 是的 我愿意 那是我从悔改信主起 就一直抱持着热情啊 即便在那个时候 我明明非常渴望被神使用 但却仍是无法完全消除掉内心的恐惧 某种程度上 我非常想要学习 但另外一方面又因为恐惧 而不敢往前跨出那一步 你想象一下 如果有上千个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你身上 等着看你是否还可以 在圣经时代早已过去的今天 照样行出神迹 万一那一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怎么办 自从菲利牧师问完之后 又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对这一切还是感到相当的不确定 也不是很乐观 那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指定要在自己的教会跟城市里 举办医治部道会 所以我也受邀参与在这一波 意志复兴的浪潮里 我很纳闷菲利牧师 究竟是从哪里看得出来我可以 因为我才刚出来服侍没多久 所负责的区域 与其他牧师比起来 也相对的小很多 但他们却愿意信任我 让我去举办一场 相当于神大能的医治部道会 两年过去了 我的教会里 还是没有发生任何医治复兴的运动 但我决定不要再继续这样等下去 哪怕内心仍是有恐惧 我也还是希望可以往前跨出那一步 于是我开始进食 并将一切的恐惧跟疑惑通通交通给神 当时我还花了许多的时间研究要怎么样运行在医治的恩赐里 我经常彻夜祷告 不断地重复祷告同样的内容 圣灵 我愿意 求你使用我来医治 当我祷告了好几个小时之后 我整个人感到筋疲力竭 于是决定要准备上床睡觉 在我人躺在床上 眼睛快睁不开前 我向神求了一个印证 倘若要我进入医治服事 真的是出于神的旨意 那请他要在梦中来向我说话 神马上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才刚睡着 我就梦到自己正在为有疾病的人祷告 只是与现实生活中不同之处在于 所有我在梦中为他们祷告的人 都是当场就立刻得着了神迹般的意志 包括有一个人原本是长短脚 他比较短的那只脚 瞬间就神迹似的长到 与另外那只脚一样长了 我记不得梦里 我祷告到的各种疾病相关的细节 但在意象中发生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 当我在梦中 为一大群生命的人祷告到一半 我忽然碰到斐利牧师 然后他就指着我 很肯定地说 佛吉 你是个行神迹的人 行神迹的人这个关键字 让我整个人从梦里醒了过来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瞬间信心满满 圣灵透过我生命中的一位权柄 帮助我坚信 自己确实蒙招要做医治事奉 做完那个梦 过没多久 我就在2014年8月15日 第一次看见神迹 透过我发神 我当时正在喂一位会友祷告 他因为灰尘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而自从那次祷告完之后 他的过敏就再也没有发作过了 那天晚上 我又为另外一位腿部疼痛的姐妹祷告 也是祷告完后 就立刻不再紧绷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又发生了更多的神迹启事 包含某个有长短脚的人 比较短的那只脚 长到和另外一只脚一样长 最后 随着神迹一个又一个的接踵而来 我所牧养的雅加达沙伦玫瑰教会 分堂就开始了一波 医治复兴运动 那个梦让我有勇气 跨出信心的那一步 就如同我多年来 心里大胆想象的光景一样 许多美好的神迹骑士 就这样一一实现了 但在2015年3月27日的 神大能特会上 发生了一件 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 那天 当我在雅加达展览中心的体育馆内 底下共做了6000多名的会众 有502位病患来到台前接受祷告 我只对他们分享了一个简单的信息 不论你们有多渴望自己能得医治 请相信耶稣比你们都还更渴望 看见你们得着医治 如果你们还想问说 神是否真的愿意医治我 请别再疑惑了 因为他早在2000多年前 就已经医治你们了 当他被钉石架的时候 不光是我们的罪 与他的手和脚 一起被钉在上面 就连你的癌症 或是任何疾病 也都一起被钉在石架上了 后来又许许多多得医治的见证 如雪片般飞来 其中有一名男子 过去两年半来 都因为中风而行动不便 那一天他是被四个人 给抬进会场的 他的左手就可以举起来 也可以不用人搀扶 就自行站起来 更重要的 那个人那天经历到 一个最伟大的神迹 也就是得着救恩 除了他之外 当天还有另外176个人 都是生平第一次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和救主 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那天晚上 我真的成为一个行神机的人 就像我属灵父亲所说的一样 而这位打从我开始服侍以来 就一直非常支持我的人 那天就坐在前排 带着幸福的微笑 和以我为荣的眼神 看着这一切发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